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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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晉級的台灣 我是陳明君 帶你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衛生紙是大家每天生活的必需品 在五十年前 美國的知名品牌來到台灣 在台南新鷹社場 推出市面上第一包 原生紙漿製成的衛生紙 還打造了可愛的拉布拉多狗狗等吉祥物 溫暖形象 生殖人心 走過半個世紀了 在工廠裡面打拼的每一個人 老 中 青 不同 世代 用各自的力量寫下創新的篇章 一起來看看屬於他們的故事 隨手一抽 柔軟洁白的衛生紙 是每個人的生活必需品 從美國來台五十年的這家衛生紙品牌 許多人都曾經使用過 而它最大的紙類產品工廠 首次在鏡頭前曝光 地點就在台南新營 一台台大型機具 竟然有序的運作者 這裡從平板室 抽取室 到廚房紙巾都有生產 不只供應台灣市場 還銷往香港 東南亞等地 這東西你是我們 歡迎這裡派人 這裡派人家派人家派人家 不然你在派人家派人家 對 全場派人家派人 每個細節都不放過 他就是廠長成蚊蟲 二十七歲開始在這當起工程師 當年的他不怕吃苦 只想學得更多 主動申請到生產單位輪班工作 跟著基層夥伴們一塊打拚 最重要的意思是說 我從輪班的時候是 從現場不同的位置 不斷地從頭到尾我都要去輪 我們一般講是革命的情感 因為大家輪班 吃同樣一鍋飯 然後做同樣的事情 這樣堅定的陳蚊蟲 其實剛進入公司時 也曾迷惘 一度想要離職換跑道 是爸爸的一席話 堅定了他的內心 他認為說 這家公司其實一定有一些 很多的東西 是值得我去學習的 所以最後他勸我說 年輕人應該 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現象 應該是要把眼光放遠一點 年過半百的陳蚊蟲 把這句話牢牢鎖在心底 即使父親已經過世 一洗話還是他最強的支柱 走過幾十個年頭 當年被視為奢侈品的衛生紙 也漸漸進入每個人的家中 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雖然看上去簡單輕薄 但每張紙的背後 都藏著創新跟環保的理念 由於我們公司一個是領導品牌 為了對環保的承諾 我們在2009年率先 取得FSC的國際認證 是想要確認我們所有的來源 都來自永續旅目 不來自於熱帶雨林 這是我們的承諾 前端從源頭把關 後段還有精密的檢驗 工廠易餘是設備齊全的實驗室 裡頭有近20種測試機台 像是這張抽取式衛生紙 拉力通過CNS國家標準外 還要跳進杯中測試可分散性 短短4秒多就能在水中散開 數據過關是一定要的 使用的體驗跟觸感 就必須靠平保專員 一次一次在隔板前後的 輕手盲測 今天會先做光滑爐 然後後面還會做燃爐 然後有滑爐 熟練專業的楊承德 是工廠成立初期 第二批招募的員工 在這裡已經服務了 整整40個年頭 畢業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這裡 因為我本身自己就是 腳不太方便 所以以前心理上比較有一個 但是大家都很鼓勵我說 你只要有自信的話 這個可以排除應該不是很大的問題 行走時都要住著拐杖 楊承德到職選擇人事管理工作 原本打算在辦公室裡坐著上班 沒想到當年廠內剛好大缺人手 為了招兵買馬 他天天頂著艷陽 騎著韋式排機車穿梭大街小巷 願意來生產線輪班的 通通通招募進來 開著的時候大家就以為 我在跟他們開玩笑 有時候不相信這怎麼可能 多少公司怎麼可能會這麼簡單 就是不要一些正常的路用程序 就可以來工作 那我就想說真的是真的 那就是開著的時候先找了兩個 歐巴桑請他們來 花了將近三年時間靠著口耳相傳 不知不覺新營這一代 很多人都成了阿多阿公姓的一分子 回憶那段美好時光 完全在臉上堆起暖暖的笑意 對工作的熱愛在他的收藏中 也看得出來 滿滿一桌的紀念品 帶點歲月的痕跡 當年的雪白娃娃 到現在的拉不拉多吉祥物 凝聚了四十個年頭的點點滴滴 他還曾經飛到美國 去總公司的第一間工廠拍照朝聖 真的很激動 那種 所以那種感覺真的講不出來 起碼養我家三代 三代的人 我父親 我小孩 代代傳承的品牌 承載著一代又一代的記憶 隨著時代的更迭也不斷創新 從早期的吉祥物 到跟各種卡通人物的聯名合作 而俏皮可愛的狗狗更是全本無數 軟蒙的形象伸直在不少人心中 品牌雖老 但激盪的創意卻總是那麼新奇 這個也是有Lotion的嗎對不對 所以 但是它的趴數要比它更高 對 要比這個更高 它的畫作軟蒙可能就會距離較遠一點 對 每次會議上點子特別多的林佩玲 是公司新生代的成員 雖然加入團隊只有六年時間 但她對品牌的了解 可是從小就開始耳濡目染 因為林爸爸當年是資深的業務經理 這個你剛剛有看到嗎 這是那個衛生紙 工廠衛生紙機 好像是第一台的衛生紙機 對 我上去過 你上去過 林佩玲長大後因緣際會下 也錄取了衛生紙公司的工作 穿越幾十年的時光 成了爸爸的職場後備 有一種是叫做傳承的感覺 我覺得那時候事情覺得很奇妙 就是畢竟我以前都跟我同事講說 我是吃紙長大的女孩 然後就是從小到大 其實爸爸就是在這家公司上班 然後沒想到我自己過了幾年之後 自己又回到這家公司 然後我的人生幾乎都是 靠衛生紙養大 都覺得很奇妙 追隨爸爸的腳步 原以為父母肯定高興極了 沒想到林爸爸聽到消息 緊張地說不出話 之後更是天天準備叫戰守則 好好給女兒特訓一班 負責行銷工作的林佩玲 在外頭拜訪時 還常常遇到爸爸當年的老同事 意外知道了溫和的林爸爸 當年在職場上 不為人知的強悍火爆 有一次我記得好像還 我就還有問他說 所以我爸爸以前在公司怎麼樣 然後我記得他就說 很壞 很壞 有嗎 有很壞嗎 沒有啦 沒有很壞 對我他沒有壞 對公司的人他壞 我是很疼員工的 很疼員工 是啊 然後他就說 你爸爸他炸男霸殿耶 踏著爸爸當年的步伐 在這歡樂的說笑中 更拉近了父女倆的距離 走過老 中 輕 三個不同的世代 這份強韌柔軟的溫暖趣感 成了每一代的共同記憶 從台灣第一包原生紙漿衛生紙 到第一款香分面紙 以及首創的三層衛生紙 這50年來 工廠日復一日的忙碌者 捷徑創新的精神日日延續 我們這個品牌 在台灣已經生根50年 我們希望這個精神 一代一代能夠傳下去 在台灣迎接下一個50年 甚至更多的50年 半個世紀的時光中 誕生了各種屬於衛生紙的 無限可能 更醞釀出一代代 人與人的緊密連結 寫下衛生紙王國的亮眼篇章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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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